据中心事报道,美国财政部20日宣布,将对来自叙利亚、伊朗、俄罗斯等国,三个实体和六名个人进行制裁,理由是被制裁对象参与将伊朗使用,经由俄罗斯运往叙利亚的活动。 美财长姆努钦当天表示,美方的制裁措施,一代打击伊朗、俄罗斯向叙利亚运送食欲游,同时一代切断一些危害中东地区稳定着组织的责金来源,他还批评伊朗中央银行持续破坏国际金融体系。 此外,多名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官,19日告诉乌透视记者,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谨慎支持对伊朗施加行一轮经济制裁,以回应伊朗势力在丹麦和法国图谋发动袭击。 借口和理由各有不同,但事实是显而易见的,那就是美国又出手了,同时,指责了伊朗中央银行,而欧洲方面,则试图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,尽管这与伊核协议本身没有关联。 11月初,美国曾扬言要对伊朗进行石油出口制裁,但最终只能落实一部分,豁免了一些国家一定期限,其中,欧盟不肯同步参与,是美国无法立即行动的重要原因。 截止目前,欧盟的态度依然是一个问题走向的关键,美欧博弈加剧的同时,欧洲内部的分裂也在加深。 毕竟,美国与欧洲有着70年的传统友谊,而且对欧洲不少国家,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。 从当前局势来看,不容乐观,一旦欧洲方面迈出制裁伊朗经济的第一步,将彻底失去伊朗的信任,那么,伊核协议也就将彻底成为一句空文。 中俄英法的站在美国对立面,维护伊核协议的格局也将不在。 到时候,不能排除伊朗重启核武研发的可能。 毕竟,面对美国的多多逼人之态时,伊朗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。 同时,中东局势也将进一步紧张,这在很大程度上,也会影响到欧洲的稳定。 所以,欧洲方面是很难做出这一决策的,不愿配合美国的同时。 承受着较大的压力,美国对法国、德国的指责,都反映了美欧之间的矛盾,而伊核问题是其中,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 那么,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呢? 根据美国方面的一贯姿态,恐怕不达目的是不罢休。 在叙利亚吃了大亏之后,美国必然更加歼斯底里,在伊朗问题上找回面子。 最终都掀起更大的旋律腥风,而欧洲方面,极可能会扛不住压力,最终做出妥协,成为伊核问题上的中立方。 事实上,不少欧洲大公司,已经陆续退出在伊朗的业务,因为美国方面的可能制裁,上席不得不慎重。 同时,这些公司在美国可能有更大的商业利益,一步退,不步退,对于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,欧洲究竟应该怎么面对,还需深思熟虑,一个妥协,可能就是放了妖魔。 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愈发不安的美国,只会进一步加强对这个世界的搅动。 其中,伊朗就是美国已经盯了很久的猎物,绝不会轻易撒手。 所以,欧盟的态度至关重要,别这么快就认怂了。 这集可能会导致中东的动爆,乃至冲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